继琉尼旺岛和莫桑比克接连发现疑似MH370客机残骸之后 一对法国夫妇在非洲东部国家毛里求斯罗德里格斯岛附近 又发现疑似飞机残骸碎片 澳洲交通部透露 我国政府已经和毛里求斯官员接洽 以取得残骸进行检验 发现残骸的法国夫妇是在上个月30号 在罗德里格斯岛沙滩散布时赫然发现碎片 随后将她带回酒店交给警方 澳洲交通部长车斯特表明 新巡获的碎片是否属于MH370还言之过早 不过MH370空难独立调查小组专家顿汤森 从碎片的抛光期推断 极大可能属于波音777客机机舱的内部残骸 如果这个碎片确定属于MH370 那么这将是第一片被发现的客机内部碎片